《道德经》第十四章一文 看他不见,他是无相的,就叫他一。 听他不到,他是无声的,就叫他西。 摸他不着,他是无形的,就叫他为。 他是无相,无声,无形的,不可以用言语来形容。 他混沌不分,和而为一。 这整体不分得一。 他表现出来的并不靓丽。 寒藏在里的,却也不昏暗。 他绵绵不觉得,难以名状,最后回复到空无一物,这就叫做。 不可名状的状态,不可表象的真相。 这就叫做不可捉摸的恍惚。 想迎接于前,却见不着他的头。 想追随于后,却见不着他的身影。 操持古之大道,治理现前万有一切。 能知原始古道,这叫做道之统计。